伏忍 你覺得這件事嗎 大長 他們已經有手了 有可能 走 張韓桃夫婦 你確實有手了 我們也知道 還是我自己在 別動 什麼 忍著點啊 我剛才下手太重了吧 沒事 是我讓你下重手的 要不怎麼能騙得過他們呢 疼嗎 還行吧 這點上對我懷懷來說 那是事嗎 女工豪傑 那可不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有病啊 給你鬧兒玩笑 來來別動 別動 你說咱們這麼做 能騙得過秦川嗎 能吧 我都使這麼大勁了 多真啊 所以我跟你說 要來真格了 本來是人格的 我還是自己讀 少 少爺 說 秦川隊長派人來 我請您和少奶奶去憲兵隊 你別跟我說那些沒用的 反正打人就是你部隊 我跟你說啊 我一會兒見上秦川隊長 你少在這兒給我狐烈烈 聽見沒有 反正我不聽你說的 你不聽我說你聽誰說 你給我過來 張漢濤 你打人還有理嗎 你把嘴閉上什麼樣 一個男人打女人算什麼聲音嗎 你能不能把嘴閉上啊 怎麼了 秦川隊長 秦川隊長 你憑憑理 一個男人打女人 算什麼爺們 不是給我拿起來 張漢濤 這就是你的部隊了 一個男人 對一個女人 特別是對自己的夫人 那是絕對不能動手的 這又是你的風度 姓張的 你聽見了沒有 秦川隊長 這才是純爺們呢 能把嘴閉上嗎 好了好了 都不要吵了 中國人不是常說 一日夫妻百人 小兩口打架是床頭打架床 從未合都要退一步 要大事換小 小事換了 這才叫過日子 知道了 秦川隊長 那個 隊長 您找我們來有什麼事啊 我想 要二位幫我認一個人 又認 雙鳴 看一看 這個人 人是嗎 等等加大 看 剛才加大 這個 是 是 张太太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不要紧张 再看看 你看你吧 就跟我的张上是吧 你现在怕了吧 跟你说话呢 青春队长 这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是挺可怕的 我当然会紧张了 张太 认识吗 我不认识 仔细看 来来来 前面一点 仔细看 仔细看 不不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这些人 你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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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 你真不认识 是啊 程太太 你对萧黑山是最熟悉的 可以跟她 有影响吗 青川队长 您就别为难我们了 这个人我不认识 他不认识 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想回家 藤云 杀 队长 您这要干吗呀 你这 你再把他给吓着 他年纪小 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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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 这家人 这是什么 这个人 我正在说 我老许多说 啊 那太大人了 这你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什么 没有 你不认识 让你这人 不认识 尊重 你不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认识 那他肯定他得弄死我呀 是啊 这就是我的目的 是 合着 你帮我当鱼儿 是吗 我跟你说那大巴勒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主 你知道吗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要不这样 那个 您哪 把我们这一家老小 都关到线编队吧 行吗 我觉得线编队比哪儿都安全 我现在我们回来 就收拾手 走 走 走 来 来 来 走 走 走 只要你把我的话 告诉大巴勒 我保证 他不会向你一个手指 啥话 你就告诉他 只要他可归属 我可以保证 老狼鹰的人 一定会有一个安身之所的 我可以想办法跟他说 但是这个 这个 有话就执手 他不可能相信我嘛 他会相信你的 依我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是个重情义之人 他不会 置他手下弟兄的性命于不个 这样才 这是你 摆脱你同匪罪名的一个机会啊 我明白 明白 我明白 那就是我 我说什么 我肯定有话 我便找这家来 我看你过来 你会想做什么 我 Mount 他 revealed 我威不过 要有什么 这是我 还行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当什么大当家呀 我 我当什么大当 还当什么大当家 很小的声音 뉴스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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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永远留在小灰山 这样啊 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 先把秦川手里的兄弟们救回来 剩下的事情都可以再说对吧 对啊 当家的 死了这兄弟啊 咱们记得心里 现在活着的人最重要 站住 你弟 干什么的 站住 去 告诉你们秦川队长 门口有个叫大巴拉子 来投城了 这兄弟 这兄弟 真是久闻不如一间啊 辛苦你 您就是晴川队长了 你好 你好 你这可真够气派的 我参观 参观 请 晴川队长 我这人哪 是个粗人 也不懂什么理数 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 水王快 我就喜欢和水王快的人打交道 这 这日本这么小啊 让大头令结肖了 没事 没事 晴川队长 我那几个兄弟呢 你那几个兄弟不是问题 那都好说 那 我们老龙营的窝都被紧踹了 这笔账怎么算呢 只要大头令很鬼顺 老龙营的损失 我们会加倍赔偿 你手下的弟兄 我们也绝不怠慢 这都是空话 咱们说点实在吧 请讲 这个 记得吧 让你找你 这是建议记得 你我把你俩在了 那你给了你 你给了那 持人 タ德杰 他就怕了 你把你俩一坏 inventory 人家都在里面 箱里面 掉串 你再玩 好 关键 活牲口多少 给你多少 而且那安门交匪司令的称号 那就是你的 满意吗 秦川队长 我可不像活牲口 就喜欢这些虚名 不实在 再说了 活牲口得从 怎么能跟我们老郎赢比呢 那你说吧 怎么才能让你满意 这个简单 就按纸条上写在上面翻个范儿 怎么样 这回忌我懂 我不懂 打扮了 你不要太过分 中国有句话说 踩鼻子 伤脸 我们的窝子都被踹了 我要这点东西 多吗 你 滕渔 不要这样跟大头铃说话 大头铃 你别见怪 秦川队长 行不行 你就给个痛快话吧 这个条件 我真的很难解消 那就是没得谈了 这就没得商量了 走了 你以为我们咸兵队 是你们老郎赢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就不怕 今天走不出我们咸兵队的大门吗 什么意思 玩横子 大头铃 我希望我们有神灵的余地 当然条件肯定比活生口好 可是你不要漫天有假 不是 你们日本人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我今天能一个人来这儿 我就不给自己留条活路吗 那你得说说看 是 今天我要是出不了宾岛 我手底下一百来号兄弟 还有我从进西调过来的二百多人 就会兵分两路 一个打你们的枪械库 一个打你们的油料库 我们要是 怎么会被刺激 什么意思 吹牛 因为我们打日本皇军 真的会害怕吗 要不然 咱们试吧试吧 大头领 我不希望因为这点小事而上了合计 你们老郎赢紧了不肯归帅 我留下你又有什么用的 所以说 如果你想走 请便 请客队长 但是您别忘了 还有我那几个兄弟呢 我们得一块儿走 你不接受我们的条件 就别想带走你的人 那行 那我也不走了 我就跟这儿待着 最好啊 你们能把我那几个兄弟 和我关到一块儿 你 滕雨 大头领真是一气千秋啊 对手下的兄弟们 能够如此钟情钟义 很难得 这样 那两个兄弟 你可以带走 抬轿 请客厅 请客厅 去一下 请客厅 好 请客厅 请客厅 河远 请客厅 请客厅 我们的事 请客厅 我很多地方 还好 那赌费 我和你 我最喜欢的 我尽准随时恭候大家 清朝队长 这事恐怕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我得回去跟我们那帮兄弟商量上来 告辞 大长 这些人太轻松了 真是真的在怒吵着吗 这些人我们不能起来 什么意思 我都不过不是顶的时候 我只有自己有贞 那是我们的福气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那些人生了 有些人生了 这些人都不怕 但是 如果他们的心里有改变 我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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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知道 听不住 没事 二灯接着 别动 你们俩怎么样 没事 疼啊 废话 挨揍能有不疼的吗 这帮王八蛋 行了 你们俩看着我看着我 听我说啊 现在我就送你们俩回家 到家之前都给我挺住了 谁也不屑死听见没有 放心吧 二灯家的 没见着大当家的和兄弟们 我死都不瞑目 行 命得留着 咱还在打鬼子呢 谁打的咱们 咱们得十倍让他还回来 一会儿咱们分开走 没睡到围不之前 千万别回营地 好 你们俩小心点 知道了 放心吧 快点 快点 你俩摆了 谁要买香菸啊 你俩在 谁要买香菸啊 卖香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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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买香菸啊 晓月 来晓月啦 来晓月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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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怎么没有人跟着咱们 别人跟着还不好啊 赶紧先回营地 是啊 快走啊 石头快撑不住了 快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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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来 冷嘴 冷嘴 等我来 来 来 好 快 放开 放开 老邓家回来了 回来了 人精的 栓子 你可算回来了 谁都嘎子呢 他们俩回来了吗 回来了 二同家的 怎么样了 他们俩 被日本人折瘟得不轻 已经找大夫嚼过了 是不是得养一段身材 才好利索 当家那边 一切都好玩 好什么呀 咱们死伤了这么多弟兄 在心里难受的呢 是吧 他们俩人呢 在里边 走 看看 走 二同家的回来了 老苏 走 走 进屋 二同家的回来了 二同家的 二同家的 行了 行了 别起来了 都这样了 咱就不讲什么理数了 行哪 你们俩 都伤成这样了 还没死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命够硬的 二同家的不让咱死 咱哪敢死 留着命 跟小鬼子接着干 行 有种 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养伤 等你们好了 咱们一起喝酒 一起杀鬼子 谢谢二同家 打架 尼泽 小鬼子 大尔崽子 是 一堆 我已经查尤了 我一直在查尤咱们 了 梁雅雅 组员求你 三角的包围 组员全滅 是 来吧 是 来吧 干吗呀 愁眉苦脸子 回来不高兴啊 我只是觉得 此地不宜久留了 看 独书人 心眼多呀 怎么就不宜久留了 你们看啊 自从上回青川带兵 关了我们的小黑山之后 他就一直在想动搜寻 我们在这儿 如果现在不走 早晚会被他们发现 那就跟他们干呗 咱们现在就这么点人了还干呢 难道你忘了当年团长留给咱们的任务了吗 团长不就是想让咱们俩给老虎团留点肿吗 团长交代的任务一辈子忘了 好 现在还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这帮弟兄活下去 你就说 按照沐田的情况来看 我们应该继续向东北方向转移 穿过刘家铺子北漂 这儿有个小塔子山 我们就在这里落脚 我就不明白了 我们完全可以顺着锦西条路直接插下去 何必要占大圈你 我能说得对 但是锦西有秦川的重名发售 如果我们直插过去的话 必然会被他们发现 就咱们这点人 还不得为他们活活咬死吧 秦川老虎死了 对了 咱们得派个两生的兄弟去趟招呼 给大大家的报告评案 他还等着呢 报告 不好了 山下发展低情 因为这个鬼子在小路边马上来了 山子 有什么没人敢做命吧 是 来的时候都甩了 怎么落这儿呢 算了 他们有多少人 具体有多少人还不清楚 但是看鬼子的阵仗 人少不了 这帮小鬼子 是要把咱们赶尽杀绝啊 军事怎么办 看来他们是有备而玩呀 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这样 咱们兵分两个社队 山子 你和小柱子带两伤员 从后山先走 我们老苏在前面足迹 是 你怎么能这么办呢 快 你们小心点啊 好 走 快 快 混声 快 快 跟上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哥 咱们就这么走了吧 就说你这小顺畔 你还想跟人干啊 别看我长得小 要真干起来 我可不怕他们 还吹上你牛了眼 我没吹牛 咱们老老爷 有几个事闹住啊 行 散开 散开 快 放下 别跑了 还不见你 放开 别在那儿 快走 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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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没路了 怎么能跑当来把他打啊 别废话了 赶紧撤 撤 撤 散开 不行了 你这么跑不就劲啊 散开 散开 快 散开 快 小小小伙子 声 generation 后 约名 救兵 救兵 你又有人死了 怎么把你捕住啊 快走 是 快走下马 带树上的兄弟我不能把他车回来 快走 快走 快点走 快走 撤 快点 快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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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小姐妹 哥 受伤了 我没受伤 哥 撤啊 这儿有我定家 狂屁 哥 他不是你火吗 你 grouping 士 Markus 把人拿 ihop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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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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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会都不离开跑 因为你咱们打不是个办法 李大人 你射他投尉 我赢了 我向老代报名投尉 切记 不可恋战 好 右边 放车 冲啊 快 老头家的 没事吧 没事 小心 是 撤 快 跟上 快撤 走 老子打来 不许没 给 看来咱们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 主子 怕吗 不怕 好样的 就算死 也不能死在这种狗人的手里 教掌 拴子 这就来见你 主子 拉尾巴 快点 来 你来 你去哪里 我们去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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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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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凉了 进屋等吧 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大巴拉也不派个人报个平安回来 他该不会没有甩掉尾巴 被秦川给抓回去了 这大巴拉呢 这个长得是傻了吧唧的 但甩掉几个尾巴 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你怎么说话呢 谁傻了吧唧的 就你聪明 就你跟猴一样 比猴还精 你这天天老大巴拉的大巴拉的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说什么呢 大巴拉是我哥哥 哥哥 什么哥哥你这么关心他呀 非常好 很努力 部队先不离开 要求到东北方向 然后 要求到东北方向的 不信拳兵帝 必须把大巴拉和老兰 全滅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他就像我亲哥哥一样 他是我爹的警卫员 那个时候 我爹忙 没时间照顾我 就让大巴拉看着我读书 我那时候贪玩 不爱读书 我就让大巴拉偷偷地教我打枪 教我功夫 为了这事啊 大巴拉没少挨我爹的妈 那看来关系是挺近的 你这臭脾气是不是也跟他学的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的臭脾气啊 我脾气怎么了 你脾气怎么了 你脾气怎么了 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脾气挺好的 你看看你啊 你看看你 你除了长相上 有点像个女人之外 你说你其他地方 哪像个女人 那不是废话吗 我天天跟这帮大老爷们在一块 一年到头都见不着个女的 当然了 我没法跟你那些 什么玉凤堂的姑娘比 玉凤堂这么地儿 没去过 白鹿姑娘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查看你 小盛大佐 一粿回来 acion 他不是红堂的 他人都留在那里 那就是 你这种情绪 是同一条 解释的 那是 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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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了 解释 在这段时间 留在刘先生的一旦 有什么样的 是 您的中文字 九宝先生 今天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柳小姐对我的耐心 我的中文现在有点很大的赏进啊 九宝先生太客气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香气 柳音小姐在新京是孤生一人吧 是的 我父母早年死于匪乱 我去了北平投靠我的姑姑 一直到三年前才回到新京 毕竟这里才是我的家 据说柳小姐的表姐 几天前来看望过你 九宝先生怎么会知道 难道您在背后调查我吗 调查算不上 刘小姐 你也明白 我伸出钥匙 你呢 又是我的家庭教师 我得小心点 是 我表姐来看过我 她是从南京过来的 已经回去了 九宝先生如果对我有所怀疑 我还请九宝先生 另请高明 不不不 刘小姐 你多虑了 我只是随便问问嘛 九宝先生 我也只是一个弱女子 除了安稳生活 我什么都不关心 这里是日本人统治也好 中国人统治也好 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柳小姐 我之所以选中你 当我的家庭教师 看重的 就是柳小姐的处事态度 所以希望柳小姐 不要介意我刚才的话 我理解 进去 先生 国陵会的副女 松本来的 她是什么样子的 中国人带来的 好 进去 是 九宝先生 那我先走了 给您准备两天后的课程 九小姐 辛苦你了 太好了 队长 果然牟略过人哪 只不过 大巴拉这帮刘匪 只是群乌合之众 有必要这么大同干戈吗 大巴拉这个人 绝非等闲之辈啊 他会是沙巴方啊 如果大巴拉是沙巴方的话 那么张汉涛 也就逃不了干系了 这个张汉涛是没有一句实话呀 但是有一点 他勾结土匪倒卖强制弹药 这个罪名是洗不掉的 字幕志愿 感谢观看